10月5日下午6点半 感染新冠病毒的川普总统康复出院 在离开马里兰州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时 川普向大批在场采访的媒体竖起了大拇指 接着达成直升机返回白宫 就在川普宣布出院返回白宫后不久 CNN报道 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莫托表示 川普将参加15日登场的第二场总统辩论 很多中国人很关心川普的健康 因为目前正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 他们希望川普能够再次赢得大选 希望川普胜选的中国人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 他们希望川普继续对中共精准打击 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川普加速美国的崩溃 星可先生在川建国是中国的福音译文中 对另一部分中国人奇特的心理进行了剖析 文章指出 以传统的标准 川普的确不像国家元首 但就是他这种貌似不着调的特征 捕获了很多中国人的芳心 就算拜登在白金吃过草干 颇有成为老朋友的潜质 但他们中意的是川普 为何 据说从战略上考虑 认为假以时日 川普会搞垮美利坚 等川普搞垮了美利坚 老二中国趁机上位 真不愧是孙子的后人 善用兵法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丧之丧则也 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帮这个忙 关键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想某些国产战略大师和战略小将 在运筹帷幄时 把美利坚当成了中共红草 以为总统跟一尊帝差不多 可以独断乾坤 为所欲为万岁万万岁 事实上美国国父早就考虑到这一点 搞了一堆制度 如三权分立等 尽可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按美国人的政治游戏 川普贵为大总统 但绝不是美利坚的组织 那么谁是川普的组织呢 毫无疑问 是美利坚的人民 没有他们的支持 川普只能再去当地产商人盖房子 而中国红草就比较特别 受命于红色血脉 主权居然与老百姓不搭借 简而言之 川普与美国历届总统一样 不过是在白宫给老百姓打工的 为什么川普要应对中国呢 看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调 你就一目了难呢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比例 已经上涨到百分之六十六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政客 想要大部分老百姓手中的选票 你会怎么办 答案不言而喻 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为取悦民意 只有一条路可走 比赛谁对中国更强硬 所不同的只是方式方法 有这个民调垫底 任谁是白宫的主人 结果都一样 不是川普想怎么样 而是他不得不如此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则 某些国产战略大师和小将们 如果能看懂这一点 就不会想路非非了 更应该反省 为什么现在美国人 对中国的看法如此负面 美国社会尽管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阶层 但对中国的态度 基本形成了共识 国产战略大师和战略小将们认为 美国精英很讨厌川普 站在对立面 施得天昏地暗 这对我们很有利啊 国内媒体充斥者 这类报道爽得不行 事实可能是 美国所谓精英阶层中 很多人确实不喜欢川普 甚至很仇恨川普 倒不是觉得 川普的根本路线出了问题 而是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美国精英阶层在修理中国这方面 没什么分歧 他们之所以讨厌川普 只是因为川普不够稳 准很 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希望联合哥们一起搞 能夺力量大吗 但川普连哥们也造私不悟 他们认为川普貌似很深谋 但偏离了主攻的方向 应该瞄准更要命的地方 很显然在美国 无论普通的民众 还是精英阶层 都对中国充满了焦虑或不满 好感度是越来越低 在修理中国这件事上 不分左右 川普也好 拜登也罢 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 川普的表演 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虽有个人发挥的成分 但十分有限 如果中国人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 寄希望于这个或那个 是非常危险的 假如国产大师和战略小将们所言 现在的问题只是某些政客捣乱 那事情就很好办 请到北京吃点烤鸭喝点小酒 送点利益就会缓解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采取对抗姿态 是民众的共同意志 骂骂咧咧没用 哭哭啼啼也没用 高喊战歌也没用 多少匹战狼没用 多少亿的大傻臂没用 最终是实力的对决 上场学务必好好捋一捋自己的家底 到底行不行 能不能扛得住 我们要有宽阔的历史观 要有骑马的平常心 只有无知的人 弱弱的人 才跟怨妇一样对天对地 义和谈似的激情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恕我直言 国产战略家和战略小将们的表现 还略低于资深怨妇的水平 鑫河先生的文章的确很辛辣 直指要害一针见血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对川普误解并非普通老百姓 和某些国产战略大师和战略小将 很多中国知识人一样错得很离谱 中国知识界为什么会误判川普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从而云教授的演讲 川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以川普当选总统为开端 许多知识人为川普上台而欢欣鼓舞 认为这家伙当总统 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包 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 中国部分知识人的误判一定程度上 也是受了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 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川普 给他安了很多头衔 比如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 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 这是极尽左派和进步主义者 以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 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 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 种族主义是一个吓得大人的帽子 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 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 这是履行一向很平常的政府职人 有选择的接受移民 是各国的通力 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呢 川普是民粹主义者吗 是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吗 大多数知识人没看明白 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 川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和立全球化 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 以美国的竞争力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 现在越来越清楚 川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 他增加关税 你就以为要搞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 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 他声称追求只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在跟欧盟谈判时 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 那就是双方零关税 零壁垒和零补贴 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 也备受指责 但哪个政府和领导人 不是将本国的利益置于首位的 川普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 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 国力强盛 还要恢复自信 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 这个重新表明 他是有样本的 那就是罗斯福到里根时代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 所以川普不会走向孤立主义 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 对美国文明的优越感 使命感和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 由于对川普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和道处 面对川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很凌乱 就会觉得他不靠谱 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大嘴巴 其实这往往反映出的是 观察者想象出来的川普 与真实的川普发生了冲突 像川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 意志如此坚定执着 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顶着巨大的压力 也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 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 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很罕见 川普反对多元主义吗 多元主义首先是政治多元主义 这种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 是极权政治的对立物 包括有分权制衡 联邦制 地方自治 多党制 媒体独立 思想言论自由 政教分离 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框架和法律秩序 这样一种多元主义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扎根很深 川普并没有去触动它 对其中一些要素 比如各州的权力 他比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它 媒体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并不是只允许媒体骂总统 而总统只能在媒体面前乖乖的当孙子 总统也有权力批评媒体 媒体是巨大的第四种权力 也容易败坏 也需要受到制约和监督 媒体与川普的冲突 仍在继续 媒体控诉川普总统 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 川普则指责媒体是假新闻 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 甚至说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公敌 目前川普针对媒体的言论 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 但还没有超出合法的界限 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为文化多元主义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以后逐步发展出它的极端形式 即多元文化主义 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价值的强调 认为文化多元的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 为此它极力贬移主流文化 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 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 这样美国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和削弱 从而带来了文明的危机和衰落 从这个角度看 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败坏性的因素 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掠 自残和慢性自杀的行为 川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 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 就是让美国文明重整自信 重现辉煌 再比如美国已经有一千多万 以拉美意为主的非法移民 每天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来 加上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移民 拉美意美国人已经达到约五千万左右 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上学 一些福利待遇超过退伍老兵 有的城市公开庇护非法移民 加州给一百多万非法移民颁发驾照 还认命非法移民做政府官员 有的政客要求全民医保 覆盖非法移民 将被捕的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分开 有联邦政府照管 每个孩子每天的费用是七百七十美元 其生活标准超过了美国公立技术学校 连非法移民这个词也属于政治不正确 得叫无证移民 川普征询的是常识 也是各国的通力 他说我们是有法律的 我们是有国界的 请不要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不是难民营 任何国家都会守护它的边界 我们终于做了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 假如川普很成功能干满八年 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和阻止这样的进程 所以不论川普这个人怎么样 一些具体做法上有多少争议 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就是要阻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川普或许您不赞同崇尔云教授的上述观点 但我想有几点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第一川普终结了美国对华的绥靖政策 对中共的打击力度是历届总统中最大的 中国民主化需要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 第二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 川普是加速师的想法 幼稚荒诞 其根本原因是被中共宣传洗脑 对世界大事缺乏基本的认知 第三川普是美国历届总统中 少有的实现竞选承诺的总统 疫情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洗人 第四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总统 美国对中共的围剿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最后我想说无论你是否支持川普 但应该看到中共正在走向穷头末路 我们对中国未来民主化应该充满信心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